新北市中和地区土地公庙多达70间 形成特有的福德文化 中和区公所特别举办新北市土地公文化祭 9月4号将在Halloday南山福德公举办庆祝活动 欢迎民众一同共襄盛举 新北市中和区人口超过40万土地公庙多达70间 尤其最为知名的就是Halloday南山福德公 为此中和区公所特别是举办105年 新北市土地公文化祭 那我们这次土地公的文化 其实这次活动的主题 就是我们上面所写的万人四行楼 然后登高给你翁 其实这个活动里面 除了有我们土地公的一个创意造型的比赛 其实在活动里面 其实很多项的东西 就比如说这个有银元宝 它的银元宝你就是拔杯 拔杯你就可以拿 那这个你去闯关活动 闯关过去成功的话 就可以拿这个发财金 那这些零零总统这些 奖品呢超过市价值20万以上的奖品 都是由我们南山福德公就是Halloday 他们来提供 本次活动中和区公所区长 柯庆中为家常宣传 特别是穿上土地公造型服装出席记者会 另外为了活动还准备总价值 超过20万元的精美大奖 另外搭配现在热门的宝可梦手机游戏 主办单位与活动期间还加入了游戏的洒话功能 让抓宝民众有求必应 今年一年一度的土地公文化记的系列活动 其实在之前就大概一两个月前 我们就陆陆续续的展开 那土地公文化记我们举办的主要的目的 是要让我们的大家了解 土地公在我们生活文化的一个重要性 那借由这个活动能够让我们更加认识这块土地 爱护这块土地 民俗活动搭配时下流行的手机游戏 综合区公所欢迎民众 9月4号当天前来Halloday 南山福德宫一同共享盛举 记者沈仲代华新北市采访不到